大家好啊 好山好水好寂寞啊 没脸没皮扯相片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一下 李克强李老师啊 大家都说李老师现在被细胞子踩在地上 左一揉右一腻 是吧 先享受李克强的前面 又享受李克强的后面 然后又享受左面 然后又享受右边 反正就是毛主席的话呗 你刘少奇算什么东西啊 我一一小拇指是大拇指 就刺死你就碾死你 是吧 李克强也是这样子 李克强算哪个东西 我习近平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你 但是有些时候呢 看上去好像是这样啊 所以现在国内有一种说法 而且是非常的被很多人认可 就是李克强现在早就靠边站了 靠边站了 没有权力了 国务院早就已经被这个李强就已经接管了 对吧 之前我们也有做过这样的节目 说这个李强开完二十大以后呢 心血来潮 提前接管国务院 提前视察国务院 然后就去国务院机关事务办公室去走一走 结果一个姓赵的这个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就是欢迎李书记视察工作 然后李强就浑身不高兴啊 显得淡痛 说请你称呼李总理 我他妈不是李书记啊 上海社会书记嘛 第二天就把这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这个赵局长就给开除了 哎所以很多人就那是真的啊 很多人有此得出结论呗 说李强早就已经把李克强尿一标了啊 接到习主席的指示 让李强让李克强回去休息一下 最后一任最后一件工作就是让他去柬埔寨啊 去享受一下出国的待遇 带着自己的这个学术等身的著作等身的老婆啊 去走一把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正正正正而把你的告别仪式 是吧 大家都认为现在国务院已经不是你李克强在管 而是你强在管 哎 挺有意思的啊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啊 没那么简单 李克强看样子还是在崩大 还是有点能力的啊 今天看到的关于李克强老师的最大的一个消息 跑到这个他的老家去了 安徽又为看什么呢 看黄山 你说这个大冬天的黄山有什么好看的呢 有什么好看的你跟我说说看看啊 很冷的好啊 而且不是自己去的 而是陪着这个国际上的一溜的这个什么大拉 金融大拉 货币大拉 什么世界货币组织 国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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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的老大 哎呀 四五个这个脑外啊 跑到黄山去游去游满去了 去旅游去了 啊 啊 叫盛似信庭信部啊 谈销风生呢 是不是绝对是 所以很多人看不懂 然后就有人就开玩笑 说这是几个意思啊 而且现在还有这个录像 这个李克强对当地的群众在介绍 你看这位是世界货币银行的行长 世界银行的行长 那又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老大 啊 挺有意思 感觉到这个中国经济啊 还是在李克强的手上 因为世界上的各路这个金融大佬 各种这个货币大佬 那才是真正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啊 那绝对是一言九禁的人物 一个一个的随着李克强去 如果说李克强已经没权力了 那你干嘛不用李强带着去呢 那帮人又不是傻瓜 是不是你都马上要滚蛋的这么一个总理 我才不想跟你混呢 是不是 我们要见习近平同志 是不是啊 先习主席 我们要见下一任的总理李强 提前做好准备 继续在中国吃喝喝喝喝喝 当官方再死老婆 是吧 为什么要跟你李克强走这么近呢 你要知道他们都是个大人物 从北京你在坐飞机 坐到安徽合肥 完了以后 PTRPTR坐汽车 坐到黄山 是吧 周车劳顿也挺辛苦 那绝对是有别的意思 关键他还放出来的 新闻则还终点的报道 所以有意思啊 我看吴作来老师是怎么说的呢 近日中国发生大事了啊 说梁家河一个村支书 就指吸包子了 到中东花巨资购买石油 去的时候呢 还信心满满 去了以后发现没钱了 没钱 什么意思呢 说习包子准备用人民币的买石油嘛 结果沙滩上不答应 或者是不那么高兴的答应 沙滩要的还是你的核技术核武器 这个东西我们做过一期节目了啊 你要么你就给我美元 要么呢你就给我核武器 人民币我们没什么信誉 包子准备一下子就围栏了 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啊 给安徽的一个村支书 安徽的村支书是谁啊 李克强呢 然后李克强呢就是正好呢 国际上那几个大佬就过来的 是吧 然后就陪着他们去了黄山 就连蒙带骗的啊 连借贷投资 然后终于就搞到很多个美元 世界货币 世界银行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货币组织 怎么的 购楼人嘛 给中共给习包子一兆美元 买石油 否则你过去以后 石油没买回来 那搞个屁啊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新闻啊 就是习主席在沙特签了一个大的合同 买石油的合同 大概是250多啊 那也不知道是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 你说你280呗 250多亿美金的这个石油的合同 就是中共拿250亿美金 完了以后就买点石油回来 完了以后呢便宜石油了 便宜石油了 犹豫说一句啊 完了以后呢 你再给沙特一点其他的好处 这个好处肯定就是核技术了 问题是中共的财政早就亏空了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的 我们下个节目再讲 但是这里呢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中共没钱了 这个美元的外汇 基本上偷空了 这几年大傻大币撒光了 没钱了 吹牛 250亿美金拿不出来 没钱 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市银行贷款 照顾世界国际货币 货币组织贷款 否则你没钱钱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这个时候 安徽的村支书 李克强和梁家河的村支书 习近平 两个人配合的挺好 是不是 那这有几种解释吗 第一就是 并不是外界所传出的说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是老死不相往来了 已经早就把这个李克强打入冷宫了 国务员已经被李强接管了 显然不是这样 说明李克强还在干大事儿啊 而且还很重要 这是其一是吧 那如果第一点成立的话 那其二是什么呢 就是李克强是个大250呗 你细胞子吧 你都都都都都都露成那样了 是不是 都已经搞得你紧紧上亡了 你还帮他干活 你他妈那有点节糙行吗 有点骨气行吗 不至于吧 你团派都已经被细胞子一怒到底了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但凡是一个人你都有点想法 你说是不是你怎么就那么没骨气呢 还帮细胞子忽悠联蒙带骗呢 哎这个意思也提得出吧 是吧也可以这样说 那如果是这点不成立的话 那就只有第三点 说明这个你可以想可能还有点别的事啊 要么就是他拿拿捏住那席包子的软肋啊 所以我看到有人在分析吗 席包子为什么愿意这个什么开放 把这个动态亲民把它叫停 为什么愿意 为什么愿意在这个白纸革命的面前认输 他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央财政和这个外汇储备双向亏空 没钱了 没钱了怎么办 席包子这个人他就是这么几件事嘛 就是大撒币嘛 是不是 有人总结了席包子的外交策略 外交策略 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好 就是叫做什么大撒币外交 是不是大撒币外交 你需要钱去呢 你没钱怎么去呢 是吧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人之外交 所以人之外交我们也有看到的 经常抓一个人 比如说把加拿大的谁谁谁抓进去 然后换回了孟晚舟 是吧 这是人之外交 不是今天才搞的 搞了好久的事了 包括以前也是人之外交 但是细胞子那是炉虎纯金 第三个外交就是什么呢 就是器官外交 器官移植嘛 他就这么几个东西 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好 那具体到沙特的话 他有两个东西去同时上嘛 一个就是器官移植外交 第二个就是大撒币外交 可是大撒币你需要钱呢 你在中国可以抓几个小孩 带几个肝脏过去 但是你如果没钱呢 你怎么行呢 对吧 所以你这么一琢磨 你发现中国的事情呢 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我也讲了 就是你一个想在世界金融大脑 游黄山 包子人在沙滩 没有钱大撒币 土工国的事情你看得懂吗 我是看不懂 几个意思呢 是不是 说明李克强还在跟包子去合作 孩子两个人合作他挺愉快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谁知道呢 反正我是看不懂 还有就是之前我们有说过的 说这个胡锦涛被驾走的时候 李克强作为胡锦涛的最铁杆的最最最最最最清其全力培养的这么一个政治传承人 你起身站起来送一下胡锦涛的动作都没有就看了一眼 而且这个胡锦涛还走的时候还拍了一下李克强肩膀 没什么太多反应 所以有人说其实李克强早就把这个胡锦涛给卖了 胡锦涛说的这个当年胡锦涛把这个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党的总是一口气泄给习近平的时候 李克强是非常的不愿意的 因为他知道你一旦你胡锦涛没有权力了 习包子肯定就不认账 当时是说好了的 说你干干个十年 完了以后呢 然后再让李克强再干个十年 是吧 说好了 李克强习包子也答应了 所以李克强其实和你习包子恨得牙痒痒 说有这么一种说法 所以现在你看得出的就是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李克强和习包子两个人在演戏呢 在合作的 在干大事的 谁知道呢 哎呀 土工工的事情呢 真的是很复杂 我们也就扯扯相片啊 今天的这个新闻呢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啊 蛮有意思的 值得深层的解读的 但是说实话 我们解读不出什么名堂 李克强也是在共产党的体制里 混了一辈子 他也不是个傻蛋 习包子也不是个傻蛋 所以有人就说呢 包子丽在二十大八王金上 工搞定以后 不断的出访 国内也没出什么事 说明李克强并不是他的仇敌 真的 并不是他的仇敌 说明还有别的路子 别的什么路子呢 没人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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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